今年是微科进入中国30周年 也是微科在中国业务的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一直是围绕着客户的需求 我们从纸质的产品到数据库 到软件嵌入内容成功的转型 所有取得这一切 最重要最重要也最需要感谢的是我们微科的员工 我们的团队 微科公司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而且是有情怀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836年 到现在已经有近180年的历史了 在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微科的基因里始终流淌着 一是微科对专业内容的严谨态度和追求 二是微科的不断创新的精神 是2010年加入到微科集团的 过去四年里在微科领导层的关心 权力指导和帮助下 美科公司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大大的促进了我们的进步 对此我们美科公司全体员工都十分感谢 并对能加入到微科这个大的集团 这个大的集体感到十分荣幸 在2014年微科全球组织的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员工调查 这活动里面 从微科的结果来看 微科中国的员工对公司的各个方面满意程度 比微科全球的总体水平都高 甚至高过其他的优秀企业 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在最近的六年中 微科中国法律财税业务板块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本土团队从无到有 独立开发了微科先行系列数据库产品 我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有信心 在去年法院的这个案例公开 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法律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团队也抓住了这个契机 我们的案例突破了一千万 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没有办法跟我们比 那我们在市场上的口碑 以及知名度也越来越好 我们跟微科之间是有非常强的互补性的 我们发现这个行业对于 以风产为导向的相关的一些审计技术 有一些欠缺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市场 或者相关的这个内容方面 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切入点 最终我们找到了微科 感觉我们是有非常强的互补性 这是一封来自许昌学院 会计专业200多名学生给我们的感谢信 这是所有学生对于我们辛勤工作的认可 他们能够利用我们提供的产品 为他们整个职业生涯带来非常大的益处 半国政府强化法治治国的背景 以及市场上对专业法律信息服务越来越多的需求 我相信微科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越做越强 创新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专业团队 我们坚信在未来的30年 微科中国的业务在中国会更加的壮大 更加的辉煌 微科徒乎中国30年 Walters Kluwer When you have to be right